看看新闻网 怎样不同的成长经历呢 别样的人生里 又有着哪些特殊的悲欢呢 这三个秀珍女孩的表演组合 叫做三公主babygirl 不过喜欢她们的观众 更愿意把她们叫做秀珍版SHE 跳舞的时候什么感觉你们三个人 累啊快崩溃了 我都不想动了 让我能示茫自己 学会了以后就感觉跳舞 好像整个人都很 有气局就很发光的那种 三公主babygirl 加油 别看三个小姑娘 现在自信又活泼 还因为参加多家卫视的节目 小有名气 实际上在此之前 她们都各自品尝着自己的自卑和孤独 以前在家里很自卑的 基本上脾气也很怪 因为每一次出去都被人家支支颠颠 甚至有人还说 以后我就是个残废人 以后就得靠家里啊什么的 颜云云出生在福建莆田的一个农村家庭 家里有三个孩子 哥哥和妹妹都发育正常 只有她在长到六七岁的时候 身高和体型便不再发育 因为妈妈早逝 缺少呵护的颜云云 我说我吃了二十多年的饭 我都饭跑去哪了 我自己都在质疑我的饭跑去哪 我吃那么多东西 这些东西都跑去哪了 我都在质疑 让我这样又让我十七母亲 我就感觉说很不公平 来自四川成都的杨平 和来自江苏心仪的倪莎莎 也都因为身材矮小而极度自卑 出门人家都是那种很不正常的眼光来看起来 我们要经历二十多年这样的一样的眼光 也得靠自己去调整 感觉自己也很孤独 很自卑 别人找我玩 我都喜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 复养出去玩 成年之后 困扰三个女孩的不仅是自卑感 还有如何经济独立的问题 身材矮小 她们能胜任的工作很少 各自零零星星的在老家的商场和工厂里打工 直到2009年10月 三个女孩几乎同时看到网上 一则绣真人艺术团的招聘骑士 不约而同的投奔到了郑州的这家艺术团 刚来的时候事情都是非常封闭的 都是那种不是说可开朗的那种 因为聚到一块的都找到了相同的人 相同命运的人 在一块话也多了 就感觉都特别高兴 觉得这个世界上不是她一个人 不感觉到孤单了干啥了 来郑州 对三个女孩子来说是第一次出远门 却一见如故 三个女孩儿个子差不多一般高 精密也几乎相同 于是她们形影不离 整天黏在一起 三个女孩子离开家就不能指望别人照顾了 够不到灶台 她们就自己找窍门 在这儿炒菜的话肯定够不着了 看不到里边 然后感觉这样一站起来 拿着就比较轻松了 够那些都很方便 你够够我看看 你够那脚吗 可以 还可以看到脚 对了 如果没有这板子的话 顺便还得这样跳 有时候原来我们还没拿铲子 这样拿着 他们一敲就进去了 嗯 我知道 在一起 她们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 更主要的是 她们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不再是一个人 我不是那么孤单了 我们都是一样的 没有谁提示谁 没有谁比谁差 在这儿 你们三个人可以大胆地出去 嘻嘻哈哈的水扁 别人问你多大 我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她 我二十多了 怎么着 对吧 原先在老家的时候 三个女孩都惧怕出门 她被人看来看去 指指点点 不过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面对他人的拍照 她们都抱一微笑 一顶帽子要稍挖几块 拿着就走下去 现在这家童装店的老板和他们很熟悉 不过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三个女孩时 她着实迷糊了一阵子 刚来说挺奇怪 我说怎么打扮得也挺时尚的来的 我说一看也不像小孩 单独乱起 后来一看我这样成人就慢慢慢慢就回去了 知道她们 就这样 有的她们都说 你们家大人啊 你有没有钱啊 都问这些问题 把现在这里边的老板都认识我们 三个女孩爱跳舞 经常给自己买衣服 但有时候新衣服也遮不住自己的尴尬 比如说去动物园看吧 人家不看动物 人家只看我们 把我们当动物看 打地都 甚至打地都不停的 都不再停的 我们遇到很多 打十辆车 有八辆都不在的 去银行存钱 每个月的工资 我们会把它存一点下来 然后那存管机就老够了 然后我就会抱着羊饼捧 然后弄完了 云云抱着我就捧 作为一个组合登台表演 是她们最快乐的时候 这种光芒四射的感觉 是以前自卑的她们 做梦都不会想到的 开肩 开胸 然后拉后腰 拉前腰 然后特别是皮肠的时候 每一天我们三个人 一个人拿一卷子翻边上 为什么 要哭啊 那段时间脖子扭的都扭不动 可疼了 天天要都是三个人互相朋友 你帮我揉我 帮你揉我就这样 包括到现在我手脚都还肿 跳舞 体力真的支撑不住 很多秀真人通过媒体 知道了三公主 纷纷向她们求助 作为回应 她们更用心地经营着 网络上的空间和播客 我就想让她们好好地考虑这句话 只要自己不跪着 就永远不会比别人爱 我们就想让她们看到 要我们虽然个子小 我们一样要活得精彩 只要自己不跪着 就永远不会比别人爱 我是三公主 三公主是快乐精灵 艺术团里的幸运 这个艺术团 所有成员都是秀真人 她们从全国各地聚在一起 抱团取买 我叫彩虹 今年二十三 我有一米二二 来自云南丽江 我叫张春多二十八岁 身高一米二七 来自开封 我叫赵雅萌 来自河南丽江 今年二十五岁 身高一米三二 我叫杨欢 今年二十三岁 身高一米二 来自三西大同 我叫小燕 来自四川 身高一米二三 大多数的团员 都没有三公主那么幸运 可以上电视节目 拍广告 接商业 她们只能在各酒吧 歌厅随便演出 跑跑场 收入并不高 现在是二十三个人 身高呢 平均身高都在 女孩吧 平均身高都在 一米二到一米二五 男孩呢 在一米三到一米三五左右 这个 二十三个人嘛 反正都是修真人 根据中国流行病学 及人口推算 我国大约有八百万例 癌小症患者 而且每年以16.7万例的速度增长 修真人成年后平均在一米二以下 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正常读书升学 缺乏生存记忆 很难找到正常工作 一般靠打零工为生 缺乏必要的保障 生存状态令人堪忧 他们也有他们痛苦的地方 有时候也去想 以后的路怎么走 慢慢年龄大了怎么办 干啥 这个修真艺术团 就像一个小人国 与外面的社会很少有交集 他们白天的生活内容 就是唱歌跳舞 到了晚上 还要到KTV和夜场 推销打零工 那更多的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 全国各地到处跑着找工作干啥的 碰壁的也相当的多 在秀真人当中 七成以上都有自卑抑郁等心理障碍 婚恋交友 劳动就业 养老保障等 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 像三公主这样的乐观自信 尤为难得 拜拜 走好 这是杨平 这是云云 这是我 原来就跟我现在聊的那个生活场子 现在长这么多 有三公分吧 每天早上你们三个人 都要轮流的量身高吗 每天我都让他给我量量 哎呀 有什么好量的 没涨 或者他说 哇 好高 超好高 他就这样说 哇 晚上也收回去了 虽然知道身体矮小 是肿病 但他们仍然每天量身高 内心深处仍然强烈渴望着能再长高 更期待自己能有一份真感情 是不是有个男朋友 过去事了 谈恋爱 结婚生子 对于他们 似乎是一种奢望 也成了内心不能触碰的伤疤 因此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弥补自己和同龄女孩之间的差异 我们定做了 定做了 好看吗 为什么要定做这个鞋 因为上午前呢 很少有卖这样的鞋 然后没定 但现在我都没穿过 这天在这家酒吧里 三公主有场商业演出 他们表演的格外卖力 虽然未来还有太多的不确定 但是三个女孩已经和原来大不一样 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想象 有自己的专辑 也要有自己的歌曲 就要能够自己能够活得很精彩 让别人不看清我 我们三个人一起买一个像这样的小房子 三个人一起住小曼道老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